不少民众会把握年后求职或转职 而劳动部花东就业中心 2月19号将在花莲中正体育馆 举办职场虎利旺 动出行为来的联合侦才活动 邀请了28家厂商提供了超过500个工作机会 起薪超过3万以上的职缺 比去年还要多一倍 有需求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永远到场求职面试 职场虎利旺动出新未来联合征才活动 19日周六将在花莲中正体育馆举办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华联就业中心表示 这次邀请28家在地厂商提供500多个职缺 起薪超过3万以上既有214个职缺 薪资超过3万5以上有74个职缺 包含在地厂商台湾水泥 南亚硕胶 果拉爵 涮奶夜 台北汽车客运 央月美地度假酒店 烟波大饭店以及新开的真仙等 就业中心表示 今年较多厂商在寻找店长有管理经验的人才 职缺类别也较去年平均 起薪超过3万的职缺数量更是往年的一倍 活动现场采无纸易化服务 求职者可透过系统登录履历 备妥身份证件直接摊位面试 或扫描QR Code及时查询厂商职缺与待遇 还有提供中高龄相关补助计划 跨越就业津贴 缺工就业奖励 安稳雇佣以及创业咨询 另外有404个职缺搭配安稳雇佣计划 有需求的民众 记得把握机会前往 更多活动内容 可上华联就业中心资讯整合平台网站查询 记者长邦彦华理事报导